支持魏泉龍帶來多久 兩年多 對元年的時候 差不多三年吧 小學生開始開 219 最喜歡誰 我現在是 蔣少鴻 之前嗎?之前是 葉軍長 很多 還有咧 徐洛希 昨天那場比賽 看到徐洛希 這樣投 不要說沒有哭 眼睛也有泛著淚光 他們可以這麼堅持 這場比賽 我們這些球迷為什麼 不許去支持他們 這麼久沒拿總冠軍 還有這麼多的球迷 其實感覺很不一樣 球迷就是按照我們劉基隆講的 氣勢是靠球迷 攻勢是靠球迷 大家就是一起把這支球隊的 氛圍弄好 然後把這場比賽一場一場的打下來 是 你們要不要講一下小應 她這樣子的心路歷程這樣 我覺得她蠻辛苦的 可是她真的很用心 而且我們現在都蠻支持 只會員工 然後經距離很強 真的很喜歡我覺得 這個隊伍真的很喜歡 真的很喜歡 因為妹妹不是本科出身 她不是本身跳啦啦的 也不是像很多啦啦隊員 她們是道科科班出身的 所以她相較於平常的練習 或是經營上面 我覺得她更用心更努力 然後也因為可能球迷 然後跟球團的氛圍很好 所以就是讓她有更多的動力 可以一直支持下去 然後喜歡這個球隊這樣 衛全龍總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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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全龍加油 亞森友 再多投一局 對球隊都是綁住的 這棒看了 有幾手滑下來接到起身傳一 還是一個精采的手臂啊 這個手臂精采啊 這個半局呢 武多 那就是讓樂天啊 三上三下 看打者的習性 然後 因為 閻紅軍是我學長 所以我大概知道 他 什麼球他會打哪裡 然後其實 其實 其實我有守 因為我練好球的時候 我有守過去 靠三連一點 因為我覺得他可能會 推 所以我守過去一點 但沒想到 變化球他剛好勾到 然後打到中線 想要把每顆球守下來 那種感覺企圖心很強烈 所以 嗯 振奮 是我覺得 在這個球場上 是需要帶給 隊友一些 就是振奮啊 或者是歡呼 讓隊友 士氣 比較好一點 沒有想像中的那麼緊張 我覺得啦 因為 畢竟去年 接受賽其實我覺得 高張力已經過了嘛 然後 今年 前面 第一場的時候 接到第一顆球之後 就開始 就比較不會那麼緊張 我覺得就 把它當作是一場 很 很頻繁的 比賽 就是 跟力行賽一樣 做跟力行賽一樣的事情 對啊 所以我覺得 台灣大賽 雖然 很特別 很 就是第一次可以參與 但是我覺得 還沒有四場 結束 都不能鬆懈 卸入到球數落後的麻煩喔 剛剛這個 左半邊的界外飛球 直接進到 看來上面 龍迷的手套喔 滾力熊 游擊防區 沒有能夠來下來 穿越行程的安打 很亢奮 然後 就是 很期待 然後 又很怕 會 失落 對 因為 如果表現很好 當然開始啦 然後 就是希望自己不要 扯球隊後腿這樣 他們 他們說 他們也很緊張 所以就是 聽到這些學長 也都很緊張 就覺得自己緊張沒有什麼 就反而會 就不會 就心裡比較tous一點 對 他們都打那麼多次 還那麼緊張 然後 我好像緊張是很正常 對 就比較不會 那麼綁手綁腳 每一場 每一場都要上壘 然後 回來得分 然後 守備守好這樣 對 並沒有那麼的理想 這一個球 劉基鴻打到了中左外眼方 下 全雷打 台灣大賽的第一個打席 紅色大砲開紅了 這是小火龍 小噴火龍 這是 這是總彥軍戰加進來的夥伴 第一場就是 拿著他 然後球隊贏球 那 那 總彥軍戰之前就有說 要帶著他 到球場 就剛好有 有換到他 那就帶來 對 然後第一場有不錯的效果 那第二場繼續 只是就會 上前天就 他有點在睡覺 他有點在睡覺 沒有醒 對啊 今天希望可以 繼續幫我們帶來好運 他今天應該醒啊 睡飽了睡兩天了 對啊 昨天在修兵 第一天打十四局 東眠一下 我有跟他講話 你跟他說什麼 我跟他說 就要看場上 然後 就要加點油 對 不要到處跑 對啊 我如果 修兵日 就把他帶去廟 繞一繞 所以你以前有朋友 把他帶去嗎 沒有 後天要帶下去 帶他去廟那邊繞一繞 過香爐 對 我跟他過香爐一下 沒有 是 是 有 是 是 是 有 有 是 是